那他的生命周期有沒有 所謂生命周期就是他存活的時間 就只有在什麼呢 在這個開頭 這個結束就結束掉了 所以如果我今天改A好了 你會發現這樣的寫法是會有問題的 因為他每一次都會歸零 也不可以 怎麼辦呢 第二種方法就是怎麼樣 你可以把它寫在哪裡呢 寫在痊癒的 什麼叫痊癒的呢 把它剪下來 寫在最最上面的地方 這個地方叫痊癒 什麼叫痊癒呢 痊癒就是他一直會存在 只要城市存活 他就會一直存活 但是也不對啊 如果關掉還是會歸零 所以有幾種方法 就是說 你可以把它寫在某個地方 是使用者不知道的地方 並且不要讓使用者知道 再存取 這也是一種方法 因為 比如說我們可能會這樣 假設我今天把它偷偷放在哪裡呢 偷偷放在 Z1這裡 然後呢 這邊 預設給它2 給它1或2都可以 假設給它1好了 然後並且怎麼樣呢 把這個值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白色的 那你就不知道這個值裡面 原來有躲一個1了 那這個值是記錄什麼 如果今天啊 我要第一次 有沒有 取得的時候的話 那我就1吧 就表示第一筆 第一筆就是在2的位置嘛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將來就是把它讀出來之後 然後再加1再寫回去 加1再寫回去 也就是說呢 我把它當成什麼 當成一個計數器 來做 那所以這邊的話 如果我這個地方 這個把它刪除一下 OK 然後呢 我利用那個 當成是一個 所以第一個 我就是 A 等於什麼 A